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就戒胜恐惧 所以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把自己要照顾好 免得到了这个年底有第二波在欧美这个疫情再次发生 那么这个是给各位看的整理的一些死亡率确诊 那么各位好朋友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跟SARS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那么相同点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COVID-19呢 它要有一个接受器 这个接受器它才会进入到人体叫做ACE2 那么跟SARS一样用同样的一个接受器 那么但是呢它结合的那个强度 大概比SARS新型冠状病毒强十几到二十倍 所以它的传染性高非常的多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有很多这个惨痛的经验 还有国际的论文研究在这里面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它没有症状就会传播 可能你的周围可能有一些是没有症状的人 但它有传播力 它轻微的症状不像SARS 它集中在下腹肌道支气管肺 而且它是主要的打靶的地方 它会病毒大量的复制 它可能发烧一天以后 它会传播力很强 但是新型冠状病毒呢 它开始可能早期还是 这个上腹肌道的一个感染 那么可能就是一般的感冒这个样子 但是它病毒会大量的在上腹肌道复制 而且是传播 它大概症状 可能第五天就达到最高峰 这个是请各位好朋友特别要注意的 那么另外呢 从一开始中国大陆的一些惨痛的经验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提到 临床主要的症状以发热 乏力 肝壳为主 另外少数呢 它有流鼻涕 鼻塞 腹泻 这些消化道的症状 那么在中国大陆呢 很少有这个味觉 嗅觉有异常 有问题的 但是您看到欧美这一方面越来越多 这就暗示是不是这个冠状病毒有突变 各位好朋友 那么我们整理这个全球一些重要的一些数据 临床基础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它感染比你想象的复杂 因为这个ACE2的接收体 不是只有上呼吸道的表皮粘末就有 它其他的肝 肾 甚至其他的 甚至我们的这个血管 我们的脑部都有 所以它这个症状越来越复杂 那么但是呢 你无症状 你轻症 你中症 重症 微重症 死亡 最核心的关键 我把它抓出来就两点 第一个是免疫力 第二个是病毒株的致病力 好 各位好朋友 我们提到免疫 各位免疫不是越强越好 免疫要平衡 简单的说呢 当你免疫力太高 它要缓和下来 你免疫力太低 它要拉高 正常不受影响 我们生物体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 维持内在环境的稳定 要靠神经免疫内分泌 构成一个最重要的调节的网络 你压力冲击 你忽冷忽热 那么中枢神经系统 你情绪不好 你忧郁症 你每天星期烦闷 让中枢神经系统首当其冲 它让免疫失调 内分泌失调 各位好朋友 同样的你内分泌失调 会让免疫中枢也跟着失调 那么免疫失调也会造成 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的失调 这个受基因的影响 但是你后天环境影响很大 各位好朋友 你的吃喝拉沙睡 你有没有适当的运动 你有没有压力的疏解 你的营养有没有注意到 甚至你心情愉不愉快 都会最后影响到免疫 各位好朋友 这个是人体重要的免疫的结构 我们有先天免疫跟后天免疫 先天免疫是以身具有的 包括我们的皮肤黏膜 我们的唾液 泪水 鼻液 五脏六腑都有一些免疫的器官 它好好的在保护我们 我们肠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Payers Pitch 这个是肠道小肠的淋巴组织 像很多多糖体 像我们的中草药里面 很多多糖体 我们的孤菌类 我们的藻类 很多多糖体 它对免疫有帮助 就是它在这个Payers Pitch的地方 被吸收 我们再看 各位当你的心情冠状病毒进来 我们的鼻烟有鼻水 有口腔有唾液 泪水 它有一些溶菌酶 一些免疫的因子 有防御素 它会保护我们 让这个病毒 不要跟我们的接受器 ACE2结合 或者尽量地进去 我们的表皮细胞粘膜 还有些干扰素 还有一些免疫吞噬的细胞 都在保卫我们 所以一个人免疫力好不好 在这一场病毒 扮演一些关键的一个角色 你如果抵抗力越来越差 它病毒越来越强 它会进入到这个下腹器道 到支气管 到肺 然后我们的肝脏 肾脏 血液 都有ACE2的接受器 甚至到我们的神经系统都有 它就越来越复杂 各位好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图 请各位牢记在心 我简单地说 它跟流感来比较 一开始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疫苗 还没有所谓的特效药 所以你的抵抗力 先天免疫扮演绝对最重要的角色 当你病毒一进来 我的免疫力比较好 我想办法让我的先天免疫比较好 免疫吞噬细胞活性好 它就把病毒吃掉了 有的人就没有症状就结束了 如果你的先天免疫 你挡不住病毒量越来越多 它在大量的复制 甚至它又释放出来 你可能会发烧 各方面你尽全力来压制它 来调节它 它又慢慢降下来 如果你的病毒量越来越多 特别你突变 你免疫力不好 最后你的主战场进入到肺 那就很累了 甚至会越演越烈 造成免疫风暴 甚至死亡 各位好朋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突破 就是病毒株 当你看到有些病人 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二十几天都没有出院 就考虑到 是不是他的这个 心情冠状病毒 病毒突变 或者是他免疫力时代太弱了 没有办法把这个病毒排出去 当未来在发展疫苗的时候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突变的病毒 考虑的不够多 将来做出来的疫苗 疗效上会有很大的问题 好 各位 刚才特别讲到 一个红线圈起来的地方 叫Pay Earth Pitch 我们很多多糖体 我们学免疫的 多糖体里面 活性最高的叫Beta普聚糖 它1316的这个链 当你进入到这个Pay Earth Pitch 这些肠道的淋巴组织 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聚氏细胞 让它活性增强 吞噬力增强 然后它会跑到 所有其他的免疫的这个器官里面 当这个聚氏细胞 把这个普聚糖 普聚多糖体 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 再释放出来 您可以看到 左边上面的是Beta普聚糖 那么另外右上面 就是Beta普聚糖 它被聚氏细胞吃进去 它把它切割到一小段一小段 再吐出来 右边下面的是 我们的四中性白血球 它有很多接受器 让白血球的活性增强 对我们学免疫的 我要调节免疫力 让它活动性比较好 病毒一进来 我马上把它拉高 然后马上把它吃掉 那么另外呢 有很多重要的国际论文 对免疫有关的 维生素 维量元素 我都列在这边 像这个心和锡非常重要 相辅相成 像铁 铁 铜 还有维生素 ACE 还有最近发现D3 另外B群里面最重要的 B6 B12叶酸 那么另外呢 脂肪酸非常重要 假设你今天非常的肥胖 你高胆固醇 这个有害的胆固醇太高 甚至脂肪酸 这个饱和脂肪酸太多 对你的免疫力都会压制 各位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细胞膜 要维持正常的功能 包括我们的这个 淋巴细胞 它受到这个胆固醇 受到饱和脂肪酸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影响 就是你脂肪酸很重要 要适量 等一下会再提到 另外蛋白质是关键的关键 我们要产生一些抗体 要有一些免疫的这个活性 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基本面 你不要你身体的优质蛋白质不够 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没有用 营养是基本面 如果你蛋白质太高也不行 你太低也不行 要有优质蛋白质 牛奶 蛋 豆类 肉鱼等等 等一下会再提到 另外调解免疫 我把它列到十大原则 第一个每天食物有十份 蔬菜最少要三份 水果最少两份 你蔬果类多一点 你的抗氧化作用 你免疫的活性物质 那么维持酸碱性 弱碱性 那么优质蛋白质 一公斤体重可能1.0公克 各位如果你劳心劳力 你可能要1.2 1.3 像我劳心劳力又要优国优民 所以我可能要1.4 1.5 各位优质水非常重要 很多人免疫力很差 因为他根本不喝水 各位1公斤体重需要 新陈代谢会产生5cc的代谢水 但是我们另外需要35cc的水 可能你这25cc可能是你喝的水 其他你的饮料 你的蔬菜水果的水分等等 各位好朋友 营养学家建议每天红肉 优质蛋白质小于90公克 白肉小140公克 海鲜类多吃一点 你过敏当然就另当别论 另外呢 饱和脂肪酸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各位这个比例很重要 1比1比1 你海里多吃一点 这个动物的这个少吃一点 Omega 3脂肪酸 Omega 6脂肪酸 按照WHO是1比6 各位遵循24小时生物中的规律 你最累最累 12点以前一定要睡觉 那么早上太阳光出来 6点以后再起床 要一觉到天明 各位这很重要 现在人睡不好觉 多的是 他免疫要修补 免疫要平衡 免疫要身体细胞活性代谢 就有问题 还有适当的运动 压力舒缓 各位你就每天走一走路 走一万步 如果你心有余力 你就慢跑一下 你没有余力 你就快走流汗 压力舒缓 各位一定要压力舒解 心情要愉快 身心灵健康 要每天过得愉快 从正面来看任何的事情 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讲座 也谢谢外贸协会的费心 跟全球台商 各位好朋友见面 各位心要愉快 生活规律 这个是基本面 谢谢各位